200億很快就突破了 第一名是韓國 第二名是香港 第三名是台灣 第四名美國 再來是新加坡 你會發現很特別一點 亞洲四小龍 裡面除了韓國、香港、台灣、新加坡 通通都列進來 所以其實未來發展趨勢 還是跟特別有關係 當然因為排名越在前面 你會發現收入越高 而且成長越高 也就是說其實 Android手機跟Android App 也決定了國家未來的 經濟發展的命脈 所以我覺得 如果各位將來 希望能夠多賺一點錢 在App上面可以多花一點時間 再來第六 瑞典、第七以色列 第八是丹麥、荷蘭跟挪威 你會發現 要不就亞洲國家 要不就是北歐國家 還有以色列 這個部分其實還蠻特別的 另外下載類別的比例 其中以遊戲類為做最多 25.6% 娛樂的話佔12.2% 工具類的話佔11.7% 還有音樂跟社交 這部分的話大概是目前的主流 也就是目前 使用的還是在一般性的使用 還沒有下放到 就是各行各業的使用 所以行業別你會發現 現在我感覺 看到比較多的是像那個 購物方面的App 有一點比較多一點點 因為這個市場大家已經開始在搶食了 那再來慢慢慢慢的各行各業 都會有各行各業的App出現 那最常在星期天的晚上9點下載App 那星期一的凌晨4點 是最少的下載這個時間點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從那個產業的需求 看開發語言的走勢 看開發語言的走勢 那這邊的話呢 底下有一個標題 Java與Android的工程師需求大 因為我剛剛開頭也跟各位講過 其實很多公司呢 現在都在找Java工程師 可是真的還找不太到 因為要的真的還是可以 直接就可以上手的Java工程師 現在真的很缺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國外的有一個叫Tiop的一個網站 他所統計出來的 目前的那個語言需求的排名 那目前呢 第一名的是C語言 佔有率大概是17.34% 第二名的話就是Java 跟第一名呢 其實差距微乎其微 16.59這個數字 那第三名還是C++ 第四名就是Object C 是iPhone上面的 好然後呢 然後呢在XSharp Darnet上面的 PHP 再來就Basic 所以現在Basic 如果學那個Darnet裡面的Basic 似乎好像使用的越來越少 再來就Python 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可以看到 目前Java還是算佔有的 這個比重還是比較大一些些 那順便再來看一下 有關人力銀行的一個統計數字 這邊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是隨機稍微查一下 需要那個 VP VP Darnet有482個 然後 ASP Darnet有1337個 那其他像 Junweaver Photoshop 反而比較多 Photoshop有4500個工作機會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像 VP Darnet 我其實我也做了蠻久的 是這方面 工程師最早就寫VP的 才慢慢轉換到ASP ASP Darnet 那早期真的VP 這個領域 用需要的工程師人數非常的多 那可是呢 現在慢慢改 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Java的需求上面呢 我隨便查一下 如果你打個Java 它的需求人數有2808個 2808個 那VP只有400多個 所以比起來你會發現 相差快要幾倍了 大概六倍了 大概六倍了 大概六倍的人數需求 所以Java其實 需求還蠻大的 那Android目前需要有 1653個 在104的另一堂 那根據前一陣子去開會的時候 那個 那個什麼 台北市的那個 電腦工會統計 大概也在兩三千個 Android工程師缺 可是是找不到人的 是找不到人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需求是非常的大 但是供給卻很少 那iOS部分的話呢 就iPhone上面的需求 大概是416個 大概 那需要智慧音手機的話 有1400多個 相關的 那App的話 我查的是1100多個 這個是大概的 一個統計數字 一個統計數字 讓大家了解一下 也就是說 如果各位將來呢 在學習上面呢 可以加強你的Java 然後呢 把Java當成一個跳板 再來學習 好 那再來 我要來講一下 有關於那個 證照考試方面的訊息 那其實 各位如果將來在求知上面 如果能夠有相關的 那個對應的 那個證照 對各位找工作 一定會有幫助的 那還有就是說 最好要有作品 好相關的 那有關於那個 我比較熟